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春节一桌团圆丰盛的年夜饭 每一道菜的食材都有不少讲究 其中最常见的就是鸡 寓意着展翅高飞 大吉大利 吉祥如意等等 满载着人们对新年幸福生活的向往 鸡大家都不陌生 不过今天我要说的这几种鸡 绝对刷新您对它的认知 它们有的爱美 有的好斗 有的甚至还会飞 不得不说 哎呦 这鸡啊 你究竟还有多少惊喜 是我们不知道的呢 有一种十分常见的家禽 跨越地区 成为各地新年团圆饭桌上的地北佳肴 它就是鸡 尽管鸡随处可见 但我们真的了解它吗 在广西桂林生活着一种鸡 它骨骼清奇 外形独特 羽毛根根倒树 长短有致 层次分明 就好像勇士的台甲一样 这就是鳞甲鸡 不光这一身硬皮硬肉 和气派的硬甲 鳞甲鸡的暴躁脾气 也在当地的驯化养殖过程中 被保存了下来 炮豆的性格是它野性的充分表现 蒸领地 抢食物 一言不合就开战 而为了保留鳞甲鸡身上的这股野劲 养殖户们甚至为它定制了一套野外生存训练计划 我们设置的这个障碍场呢 其实跟部队的障碍场是类似的 那么第一个障碍场呢 是用的这个瓦片 一个S型的弯道 就是训练它的灵敏度 第二个是一个跳板 是训练它的一个腿部肌肉 最后一个障碍呢 是一个轮胎墙 快速穿过 这个项目呢 它的一个速度的体现 起跑 躲闪 跳跃 看来要是没有强健的大腿和协调的身姿 很难如此连贯地完成整套动作 经过这颜柯的高标准野外训练计划 最终就来到了这命运的选拔赛 要留下血统最纯正 毛色最好看 身体最健壮的公鸡 作为鸡群中的种鸡 这是一场命运之战 这样的东西 冠军诞生了 看看冠军这威风凛凛的样子 真不愧是攻击中的战斗机 只是这英雄并非以朝以夕能长成的 要想有今天的成就 故事还得从小级开始说起 山上到底是个什么样 那清澈的泉水 鲜美的虫子 从这一刻开始 小公鸡将成为真正的临甲鸡了 咦 这是什么 这么长 能吃吗 有点怕怕 放着我来 别跟我抢 真好吃呀 饿了吃虫子 渴了喝泉水 尊重自然法则的饲养方法 让临甲鸡的肉质回到最原始的鲜美味道 天然的动物蛋白让临甲鸡更健康 更健美 可在野外生存 除了美味 还有危险 在这片森林里 最多的就是蛇 我们是采取一个放养的一个模式 那么在野外的话 这样的一个复杂环境下的话 各类突发事件 随时有可能发现 比如说就是蛇很有可能对这个 临甲鸡造成一定的危害 让我们看看 在训练营里 这野性十足的临甲鸡遇到了蛇 会是个什么反应呢 只见他悠然自得 躲着方部 完全不把蛇放在眼里 反倒是蛇显得格外紧张 蜷缩着 防备着 随时准备进攻 走开 别妨碍我吃食 经过严格的选种 临甲鸡成年后就被养到野外 面对着野外复杂的生活环境 艰难的成长 这样回归自然的养殖方式 受住了性爱人的家乡味 村里的老人说 他从小就吃临甲鸡 记忆里会发出清脆生硬的鸡肉 使得世界上最美味的食物 这种脆脆的口感适合爆炒 村里人喜欢用一点猪油 放上红红的辣椒 大火不停地翻炒 鲜美的肉汁从紧实的肉质中渗透出来 散发着大自然的芬芳 脆的皮 脆的肉是对品质坚守的打线 要说临甲鸡打斗 这是生活日常 那在广西有一种鸡 真是将战斗作为了终身事业 这是一场最猛斗势的终结选 随赢了 随四 最好的 这是一场关乎荣誉和地位的比赛 我再说我跟会长就没话干了 赢了 我对自己能卖三到五万 没有试探 没有犹豫 斗鸡就是天生的战士 一踏上赛场便扭打在一起 互不相让 瞧着灵敏的攻势 矫健的身姿 一看着斗鸡平时就没少锻炼 我是在上千只鸡里面挑选出来的 跟我腾吃腾穿腾住 外行开热闹 内行看门道 这斗鸡讲究的就是斗气和斗势 斗气斗的是绝不认输的士气 斗势是战斗的技巧 所以说斗鸡是讲究招数 并不是乱打一气 而招数中最凶猛的就是腿鸡 这一脚的力量究竟有多大呢 如果说人被他倒了一下 这个手都打轻打指 脚部的力量是会插好的 嘴是着不舒服的 主要靠他的腿 把他压下去 压下去 对对对 起脚 半个小时后 比赛进入五分钟暂停 这可是宝贵的休息和调整时间 保伤口 斗鸡享受着和脖筋运动员一样的待遇 你这是干什么呢 这是洗水 洗水有什么意思 就是半个小时梳理一下羽毛给他降体温 要洗一下水 双方都是一样 因为他在缠冻的时候要热 来 再来 再来 起脚 都一敞下来 七斤的鸡就变成六斤 消耗是挺大的 比赛继续 这斗鸡到底要熬战到什么时候呢 只要斗鸡在 斗鸡是绝不会认输的 但如果真的战败了 斗鸡没了 那斗鸡就会终身不战 所以养殖户们为了保护斗鸡 会在赛矿已经明晰 输赢一件非小时 提前承认结果 结束这场战斗 我非常地高兴 跟谁来 那都做总鸡可以 凡是这个下一代的鸡 耗时许久的一场固战终于结束 气宇轩昂的赢家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 取得胜利的 故事还要从一座神秘的古镇说起 六堂镇 广西北部四大古镇之一 这里从两千多年前开始饲养斗鸡 那这斗鸡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斗鸡的母鸡七八个月开始产蛋 一年能孵化六十到七十只小鸡 您可能会问 这些刚满月的小家伙 除了可爱 也并没有什么特别呀 那您可是小看它们了 这些小斗鸡可以轻松跳上 自己升高五倍的地方 弹跳力惊人 长到三四个月的时候 斗鸡们开始进入患毛期 眉毛的样子可能有点丑 但脾气是越来越大了 一言不合 毫不留情直接开打 鸭脖 嘴刀 腿鸡 这初次打架也没人教过它们 可招数却一样不差 像这样的斗鸡它天生好斗 经常斗的时候 你还得去帮它分开 六堂镇的斗鸡 大部分采取半散养的状态 它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着树叶 吃小虫 打打架 上上房 逍遥自在 可长到七八个月的时候 斗鸡自由的小日子 就一去不复返了 它们要被分别关起来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鸡都是搭建配套 它以为好斗 要不然的话它都得临死 都不服输 但凭着天生的能力 斗鸡就能在比赛中获胜吗 斗鸡的肉质就能更加紧实 鲜美吗 当然不是 那让斗鸡更加优秀的关键 又是什么呢 无论阴晴冷暖 每天一大早 斗鸡就要开始它们的训练计划 三分靠天生 七分靠训养 最常用的就是这种跑龙训练法 刚刚起了斗鸡的斗鸡 用跑龙分开 外面的这只 因为只能看到对手却动不了 就急得团团转 主要是练腿工 每天早上都要跑 一到二十分钟 就像一个人在早上跑不一样 练长跑可以理解 可这怎么又要把鸡 从空中往低一些扔来 主要是搬捏它的 这个飞合量和平衡力 还有腿部力量 腿部力量 落地的时候这样 对 跟体操运动员一样 对 那我扔一下试试吧 好 往上 往上 对 往上一点 对 这还不是全部 在登上职业赛场之前 模拟比试不能少 还得先拿业余选手练练 汪汪直叫的大黄狗 面对斗鸡灵力的攻势 仓皇而逃 就连狗见了都退避三射的斗鸡 就能上赛场 争荣誉了 即使上不了赛场 没能得冠军 优质的斗鸡 依然能在餐桌上 大放异彩 一生都在锻炼的大长腿 就是味觉享受的保证 一道文鸡起舞 运用多种香料 鲜嫩的鸡肉搭配红红的辣酱 芳香与辛辣 同时被激发出来 炖煮锅的鸡肉味道香浓 口感软糯 盛出装盘加以青红点缀 真是让人食欲倍增 雄鸡爆小 淀粉包裹鸡腿 下油锅炸出酥脆的外皮 口感焦香 内里滑嫩的鸡肉 每一口都是味觉盛宴 煎炒烹炸 平常菜式却有着惊艳的味道 各式各样的烹饪方式 都是对鸡肉美味的锦上添花 结束了激烈的斗鸡比赛 让我们一起来到云南西双版纳的御林中 享受别样的美景 探寻另一种神奇的鸡 看这里就是我们养茶花鸡的地方 我就一走进来就感觉 比外面的温度要低很多度 是特别 是的 有点凉凉的凉搜搜的 是的 所以这里植被非常的丰富 植物多 像小虫子这些也比较多 茶花鸡就喜欢在这样的地方 浴室 你听 有鸡叫 对 你看不到 但是它就 声音从哪来的 含得很深 就在那个草丛里 你听 又就 对 就是光听到鸡叫 但是看不到鸡的影子 是的 看来 要想在这一眼望不到头的鱼林里 找到茶花鸡 我们要多飞些功夫了 那边 那边 那是鸡飞过去了吗 对 它飞行能力很强的 它直接飞过去 我要过去看看 它在那边 你看像热带雨林里面 波度比较大 所以它有的时候 像我们人类 来到它的领地 它听到了声音 它就开始飞越 我们惊到它 刚才真的是 直接从上面的那一 直接都飞到了下 从上飞到下 其实它很简单 因为它从平地 飞到高空 都是可以的 那这个鸡的弹跳力很厉害 它腿部肌肉 肯定特别发达吧 胃排有几质 看到了吗 要想近距离仔细地看看它们 那就只能考抓了 那里 那里有一只 两只 我刚跟着它下来 它现在又跑上去了 你是跑它是飞 没法比的 一个人在这里面 是根本抓不到我 如果多一些人的话 能抓到吗 顺一下吧 规定 那我们能不能找些帮手 过来一起抓 好 茶花鸡在雨林里自由地穿梭 一会儿上坡 一会儿下坡 边倒是捉了半天 连毛都碰不着 为了能近距离地看看这茶花鸡 我们叫来了帮手 一起抓鸡 这次能成功吗 抓到了 抓到了 终于能好好看看这个茶花鸡 长什么样子 看这个绿色的尾巴 真的很好看 像孔雀的羽毛 看它现在这个身形 我觉得跟普通 我们平时见的那些鸡 也差不多大 就是公鸡好像都是这么大的 不是的 就是因为它的羽毛 比较蓬松 但是您这样 您看 把它捏小了以后 没有多少 缩完以后 变这么小了 就能感觉到其实它的骨架 体格是比较小的那种 能飞扇跑 爆发力强 这茶花鸡还真是不简单 除此之外 它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习惯 它白天满山遍野地奔跑 吃一些野生的植物 还有虫卵 这些以外 它24小时都在锻炼 一整天都在锻炼 是的 那它总得睡觉吧 睡觉的时候也在锻炼 它怎么锻炼呢 它住的地方 是和一般的鸡不一样的 睡觉还锻炼 带着一问 编导来到了鸡市 不知道这里面有何玄机 这鸡市好奇怪 怎么这么多楼梯 这就是鸡的床 鸡玩睡觉的时候 是一抬一抬一抬地葬到上面去的 因为也抓着 抓在这上面睡觉 连睡觉的时候 都是在锻炼它们的肌肉的警示 以前当地人养茶花鸡 大多是整天放养在雨林里 它们为了躲避野兽攻击 晚上会睡在树上 为了不掉下树 腿和爪子都要发力 紧紧地抓住树干 而现在为了让茶花鸡 各个都有好肉质 就建造了像树干一样的住所 能让茶花鸡跟以前一样 睡觉时也在锻炼腿部肌肉 24小时不停歇的锻炼 造就了茶花鸡 紧实又嚼劲的肉质 也成就了西双版纳的一道名菜 竹筒煮鸡 使用穿成百年的骨法 烧至一个小时 鸡汤与竹香充分融合 竹子的清香搭配鸡肉的鲜甜 是对茶花鸡肉质的完美呈现 功夫型选手不止茶花鸡一种 在湖南长沙的流洋河畔 还生活着一群游泳和潜水的刀手 它们时而水上稀稀游泳 时而扎进水里不见了踪影 时而又滑翔于水面 轻盈自在 它们身形细小 撕压又像鸟 不过要想一探究竟 我们还得借助养殖户们的帮助 这通体乌黑 生活在水中的鸡 还真是少见 在捕捉的过程中 几位大哥几乎都被他捉伤 遇到危险时潜水游泳 可是他们的看家闻令 经过养殖户们的猛扑桥捕 我们才能近距离接触到它 这个鸡呢叫这个白骨顶鸡 学名叫这个大黑水鸡 白骨顶鸡 白色软骨位于头部而得名 头上长满黑色羽毛 又常年待在水里 善于游泳潜伏 也被称为大黑水鸡 因为生存能力强 白骨顶鸡近几年 在我国的禽类特样品种中 展露头角 同家养的鸡鸭相比 很容易发现它的与众不同 它不同于鸭的最大的区别 就是它的脚掌 鸭呢基本上都是连着 它是没有连着 是花瓣型的 这是它的基本特性 花瓣型的脚谱 使它既可以像鸡一样 在路上轻盈奔跑 又可以如鸭一样 自由地在水中浮游潜泳 还能像鸟一样 在空中自由滑翔 可谓身怀绝技 样样精通 为了保护生态 当地养殖户们 使用立体养殖方式 喂养白骨顶鸡 水上养鸡 水里养鱼虾蟹 每周一次的鱼虾大餐 是白骨顶鸡们的最爱 可以给它们补充 丰富的蛋白质 氨基酸等 不过这些 对于活动量巨大的 它们来说 可是远远不够的 鱼虾只是家餐 一日三餐中 穀物饲料搭配少许蔬菜 才是主要的食物 会飞能游泳潜水 还吃得如此营养 白骨顶鸡 整个位置集中宝藏 发达的鸡肉 带来鲜美肉质 又使它的吃法 丰富多样 人们的味蕾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鸡肉美味的背后 藏着这么多的神奇之处 它成就了一道道 令人垂涎的真羞美味 使年味浓浓的祝福 更加充实 也寄托着跨越地区 与民族的美好向往 从古至今 从北到南 人们发扬各自智慧 以纷繁创新的养殖手段 将如今这种 拥有各式新奇外形 与独特饼性的家禽 化作一道道鸡肉佳肴 将浓浓盐味和暖粉祝福 蕴含其中 复慰人心 好的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水之盘中餐 这根溯源探产地 我们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